大家好,今天很高興,請到前民政事務局局長南紅鎮和正義姐一起採訪南爺,因為你姓南 同姓三分親,多謝,很高興這個緣份,多謝華記能夠安排到這麼好的節目和大家一起分享 最重要是和大家一起分享,為我們香港的前途,為香港的一切,多謝華記 好,今天我們立即進入正題,今天很大件事,因為我們今天是講最新的疫情,爆發第四波大反彈 今天很可怕,遍報港九新界,今天就要說一下,作為一個前民政事務局局長 怎樣給一些良策,可以建議到我們香港的政府,譬如我們食環署的局長陳肇始 或者是教育局局長,他們怎樣對一個停貨的看法,怎樣可以令到全民檢測 所以在這幾方面,今天的疫情真是第四波大爆發 我怕他明天又說要停美容,又停健身,又停二人限聚 經濟一落千丈,所以希望藍爺有沒有一些良策和大家分享一下,或者給我們香港政府聽一下 好,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面對這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阿金說,這麽久都未見過,忽然間來了,這樣怎樣呢 大家第一,要定,最緊要定,問題是大,是很緊要,前兩天都沒有禁事 忽然間來了,這樣怎樣呢,你不要害怕,面對他,要將他怎樣處理,怎樣將他控制 說回來,怎樣將這個問題,put under control 這個很緊要,男爺明確來的,put under control 很緊要,不緊要 你記得我們上次,我和你去軒尼斯小俠那一班車做檢測 那次全民檢測,我們的政府就說,不是強制的 祖國就來了,火神山都來了,全部就嚴鎮以待 你們這些香港人,還說人家下來香港,還不歡迎人家的醫護人員 那麽是馬仲義啊,又說人家不懂英文,又說自己不會做檢測,那個醫生會的會長來的 其實他應該出來道歉了,我相信現在 現在呢,我們就走保啊,南爺 你怎麼看啊,我剛才跟你說走保,你說不是啊,那時候你全民檢測就行了 現在要給204元,我和你給204元都不知道排到何年何月了 沒錯啦,那時候開始呢,大家呢,那麽好機會 不過幸好都有180萬人呢,懂得利用這個機會 雖然有些人呢,我告訴你,那個醫生啊,什麽呢 馬仲義啊,明不開 喂,又愧啊,做醫務人員的,永遠是要向醫務那方面,怎樣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這樣都不懂,有沒有搞錯啊 還有,上一次錯過了一個機會,我們希望本來是10月1號能夠和中國通關 如果當時做了全民檢測,10月1號呢,就是大家開始強制之後 到今天已經通了啦 南爺,我和大家回答先,上次南爺為何說11號通關呢 因為我們在8月18號呢,何君堯在六樓,在五樓 是,再一次嘛 有一個記者招待會,就建議政府就全民檢測 跟著呢,就是希望有健康碼 期待國慶就通關,但是因為政府沒有接受何君堯的動議 我想說呢,就是,所有人都知道,強制檢測,停擺香港10天 問題就可以迎人而解,為何不做香港政府 第一樣東西,因為政府不夠決心 加上,在現在目前的情況,仍然出來,非法集會 還是和理午餐,和理星,還不知道和理做什麼 還在擴散病毒,所以呢,我告訴大家 你政府不夠決心,現在那個天就幫你,明天就爆風球 8號風球,全香港就停市,那你也定不了那個天啊 現在那個天就給你,你不停啊,我明天就打爆風球,是不是 我們就連打10天,搞定咯,我們全部就happy了,這個是很簡單 還有一件事補充多一點,我們根據社會主義 所以呢,你看到他8月18日,我們講完呢,然後8月19日就打8號風球 全部停市,打完8號風球之後,那個星期就清零咯,就是那個感染很低 是,但是現在呢,我們前功盡廢啊,南爺 我們之前做了這麼多次,這麼多的零啊,但是現在呢,是今天 又來過,全部大爆發,以前做的那些事前功盡廢 一種看法,不過不要氣餒,做了的事情,那種經驗,那種經過的實踐呢 是,因為這個疫情呢,是會再發生的,如果你不是全民強制性去做 就算強制性去做,也都要等那個疫苗,那個真正好像中斗那樣 出了之後呢,才100%可以控制到,否則的話呢,是會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不過,我們現在,我們早幾天,早兩天,我們再提議了一個 提議了什麼呢,你再說一次 全民檢測,電腦碼,禁足零,三樣的 不一定要啦,什麼時候呢,定個日子啦 那日子是政府定的,大哥 我知道,我們提議了嘛 我們提議了,明年2021年1月1日通關 1月1日,我們設定了一件事,提了給政府知道 政府麻煩你啦,局長也好,民政事務局長,醫務局長,陳肇始局長 還有教育局長,等等其他局長,還有政務司司長,還有我們的特首 麻煩你,很認真地,因為我們是很虛心 陳肇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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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肇始聽著,南爺說的 找不得要超過啊!大家都是為香港好,陳肇始 陳肇始,陳肇始 manage going 陳肇始,陳肇始,陳肇始,陳肇始 陳肇始至極 clarity.陳肇始協議 很多人都向他們的智慧出來 應該盡快 盡快 盡快 辦法總比困難多 盡快 強制性去做 我昨晚打開電視 聽到幾個專家 港大的幾個專家 袁國勇也支持 每個人都支持 港大的醫學的一哥 我們做過局長 他都支持 全部都一定要推動 為香港盡快 你的健康碼 能夠向大家接受 你的強制性是第一步要去做的 決心啊 陳肇始 你現在聽到南洪鎮說話 接下來的話題就要跟香港的教育局長楊潤雄說 第一件事 楊潤雄如果你想控制學生的疫情 首先有一件事 就是在昨天中文大學畢業禮 有一班人非法集會和遊行 還舉起廣獨的標語 關不關教育局長的事啊 南爺 我認為 在今時今日的程度 教育局長應該是要為整個香港的利益 國家的利益 整體利益 為我們下一代的利益去掌握 我們還能夠在這裏說這些話嗎 第一個 指出不對的東西 立刻要說 立刻說 停止 不停止 我要採取什麼行動 他已經畢業了 畢業證書還在段崇智手上 是不是一段崇智的問題啊 正義姐 校長應該有一個責任 我們上次不是呼籲他 出來澄清 吳傲雪抹黑警察 又這麼強暴 當時他是即時發進給警察 先回一回仔 我剛才在去年黑暴 在中文大學一個公開的演講裡 段崇智在台上 就在台上 就在那裡 吳吳吳吳 吳同學你 吳同學說 強奸啊 警察強奸我啊 吳崇智就說 我同情你 我同情你 然後立刻寄了一封信 給我們香港警務處處長 現在給我們鄧炳強 阿湘一哥 反問他 這個人就做了縮頭烏龜 昨天那件事 出不出來啊 段崇智 我相信如果聽到我們勸喻 澄清 吳傲雪這件事 你都對學生有一點左下作用 其實阻止學生 不是害他 不是對他不好 是想他不要犯更大的錯誤 抹亂反正 如果當時他知道 學生知道是錯的 有制止的 讓他不要再犯更大的錯誤 我們就是出來說什麼呢 我想他們好啊 不是想害他們啊 他們都很聰明的 戴了Visa面具 你是捉不到的 和他們說 其實 演員都可以啊 人都可以這樣出去 不知道的 但你入到中文大學 難道我入到什麼 你也入不到的 你沒有學生證 你入不到的 那你一定會在會裡面的學生來的 但問題就是 阿南爺今天在這裡 就要跟我們的香港教育局局長 楊用雲說幾句話的 是不是 抗疫那方面有什麼建議啊 給教育局長抗疫 我想這個從嚴 而不能夠楊用雅 給自由啊 給什麼東西啊 要配合政府 配合國家 配合大家 香港的大利益出發點來去做 我想那些同學呢 是會聽我們說的 如果他不聽的 是他自己受損失 我相信呢 他和他的家人呢 都是希望 能夠盡快呢 將疫情解決了 因為學業呢 是不能給疫情去拖累的 但是既然發生了 怎樣去克服他 怎樣去 overcome他 阿南爺 你之前是做過教育局局長 我不是 我做過副處長 教育局局長 我已經教過四年書 真的 我是 如果你在位 你會怎麼做 那個問題是這樣 逐間學校呢 他有自己的困難 大家說出來 你的困難是什麼 我一起跟你去解決 怎樣去找到一個好的方法 大多數的可以解決 個別有個別的問題 提出來 我找專人去跟你去講 怎樣去解決 問題一定要解決 但是有東西在樹的時間 一定要好好地處理 如果有小朋友 同學 不懂事 甚至會說我要香港獨立 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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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懂 他小了 他腦筍還未生 過別處理 不能當沒事發生 還有現在很多的港獨教師 楊潤雄有責任和義務 就清一清那些港獨的教師 不要在學校那裡荼毒學生 我相信他都是明白這個道理的了 我相信局長呢 也都聽到我們在這方面的擔心 擔心 剛才華記你所說的東西 真的有在樹一定要去處理他的 處理者呢 就是各有各有的方法 局長相信他一定有他的智慧 和他的同事都有他們的智慧 我給你機會了 如果不行的 幹什麼 我給你機會了 你也不聽我 你真是好笑 現在新入的制度 新入職或者準備升職的老師 是需要收回一段時間的基本法的課程 當然要收一下 但是對基本法有幾熟識都好 不等於他是校中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 我覺得所有在職教師起碼由官校和尊校開始 宣誓效忠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 這個是即時做得到的 為什麼不去做呢 政府出糧的 最後呢 我就要介紹一下藍老師 藍老師呢 其實他就做了成三十年老師 那麼少有的人站出來就反對一些暴力的 但是他反而在上次銅鑼灣時代廣場被人打了一次很厲害 然後他打了一次很可憐 誰不知他更可憐就是現在他教育局就出了一封信 藍雪寶 你不要那麼多事了 你再多事就炒你魷魚 有一點不同 即是人間正道是滄桑啊 藍爺 不過呢 節目去到這裏呢 我們都不敢多說 因為免得影響他試圖 我想跟局長說一樣 好 好 好 因為最初有這個條文檢測 我自己小師奶都呼籲了 拍條片呼籲 老師 學生 家長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人都應該去參加參與檢測的 很可惜我身邊有些人都依然沒有去 我希望會 局長之前他都呼籲過做一個檢測 但是他就說沒有壓力 不是強制 我反而希望是強制的 因為呢 之前為什麼會失敗呢 很多人去抹黑 那些圖說那隻東西伸你喉嚨啊 在鼻子伸你又去 嚇到我都怕怕又說會流血 還說你有病過做過化療我做過嘛 那些不要去了 那些市民真是被人荼毒了 真是沒有去 之後看到根本不是這樣的一回事 鼻孔更少於你腎鼻涕 這樣就撩掉了 所以大家知道有這個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政府當時又不想弄圖出來呢 反反澄清 覺得你立刻要快的 政府做事要快 我亦都很希望呢 在教育方面呢 其他我不知道 真的做一個老師 家長 學生 要立刻去檢測 因為我們太緊密接觸得太緊密了 一定要 一定要 還有最近停了課了 下兩個星期連續 小學部停課 因為我教特殊教育 有一點點混淆了 以前特殊教育是特別講明如何處理的 是 我們以前是跟幼稚園的 但現在又不是了 你說一至三年班我們也是 小學平課 但問題是我們有些學生的程度 智商或者治理能力 其實是在中學以下 沒有搞清楚到這件事 中學生一樣有問題的 有的 我是教兄道比較好些 嚴重或者中道那些 清清楚楚要講到 特殊教育那裏怎樣處理呢 我覺得很重要的 今天我們再次謝謝藍爺 大家要記住 藍爺支持何君堯的三個量冊 就是支持全民強制檢測 還有支持禁足和健康碼 這三件事 肯定的肯定 已經是遲的了 大家要記住 包括我們政府的同事 我的上司 那個特首 各位 現在已經是遲 因為要去做的了 不能夠再等的了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再不去強制性去做 有些人呢 你強不強制他都不做的了 他是要反對的 一定有這樣的人 不要理他 我們用方法去處理他 不要去街了 我有法例 如果什麼就抓你 你每天都在家裡 每天都在家裡 你沒有自由 可以在家裡的 不要出來 你既然要出街 又要去公園 又要去喝茶 拿出你的健康碼 沒有啊 為什麼呢 其實正常的人 是絕大部分的 上次百多人檢測 四十幾個檢測出來確診 其實還有幾百萬人沒有檢測過 那裏有多少個隱形的傳播者 現在不能夠再游 你快點搞定 整個香港的安全 可以跟內地人 十四億人口 都可以處理一個城市 講千萬以上 人家都搞定 我們幾百萬人而已 為什麼會不行啊 是 好 今天我們節目呢 就做到今天差不多 那藍爺呢 就有很多呢 就良策 就跟大家講的 好啦 再次多謝藍爺 別這麼說 大家好 多謝多謝